问王爷 王妃赛剧组的每一个瞬间 让你有了休妻的想法 休妻的想法 没有 她怎么样我都喜欢 我们这里怕的主题是互逗爱 他问题他真的没有什么点 让我觉得想修他 能换一个尖锐达的问题吗 王妃 你觉得王爷需要向他的情敌们 学习的比方要每次 他都没有对我 我都不好意思对他了 他的情敌是他自己 对啊 情敌学习的就是要像情敌一样帅 比如说另外一个我 要学习的就是 把胡子挂干净 胡子挂干净 情敌也没挂干净了 结胎是胡子长得太快了 对 王爷 如果让你对你的狼妃说 嫁给我真是你三生有幸 你的笔气足吗 不好意思 你能嫁给我说你的福气 是一个特别自恋人 不是一个自恋人 是有自知之明 那王妃如果让你对王爷说 其他我你就烧高香吧 你得自己足吗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 你还是找个地待着吧 也就我能受得了他 换个人就他这性格 就是里面娶小台这种性格 我觉得是个男的也受不了 多可爱啊 好 互相说一说 彼此身上让自己最不能容忍的缺点 良杰吧 他的缺点就是 每天就抱个水壶 一天喝到底 看着我都想喝水 你觉得他身上你最不能容忍的缺点是啥 太高了 他最不能容忍的地方是我 他太低了 因为他平时看我都是这样 层层 下边尖的 我看到 就这样的 对兄弟讲我这么多 但是每次拍戏的时候 当然都不知道 要给我垫那个 那个苹果香 但其实我也并没有那么爱 但是一看你就会 你不爱吗 你觉得我特别特别 在我眼里一米七一下 女孩都看了 这一下把我怼到墙上里了 哦 不是 抖晕